他醒了 我要醒了 我為什麼要投訴 後悔了 上週剛落幕的霸函遊行 現場聚集了數十萬對 韓國瑜不滿的民眾 但當年韓國瑜 可是以89萬高票當選高雄市長 讓人不禁好奇霸函的現場 是否會有當初投函的民眾出現呢 雖然多數的民眾反應是這樣 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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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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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給韓國瑜要贏嗎 這裡給草包 我不會投給草包的 我們沒有這麼笨的 他是詐騙集團 我不後悔 但是我要罷免他 好歹啦 誰叫他賣票要投下去 是壯自壽 請問有人要投給韓國瑜嗎 沒有投給韓國瑜 但我們很快就在人榮中 找到了當初投函現金反悔的民眾 讓我們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為什麼想投他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民進黨執政太久了 然後我覺得應該要政黨輪替一下 雖然說我是很支持民進黨 就是希望可以給他一個轉換機會 他就跑掉了 然後他又選擇要去選總統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不守信用的人 然後也很辜負我們這些給他機會的人 就算我們當時其實我們是支持民進黨 然後選擇投給他 所以就更讓人失望 從他選擇要就是假鬼假怪 然後又決定真的要選總統的那一個 然後還覺得自己就是被動的 就覺得非常的不可取 很可恥的一個人 很可恥的一個人 我希望你就是當不上總統 也不要再當高雄市市長 高雄人不歡迎你再來這裡 那個剛開始是投給他 結果不夠後悔了 那個兩個多月前 也就是那個國慶日連續假情之後 就是才剛選上高雄市長 然後直接那個跑去選總統 好像有點太超之過急了 所以你今天來參加霸韓遊戲 對對對 無法接受落跑 對對 另外你當初是投給韓國瑜嗎 就他落跑了啊 他又不想當高雄人 幹嘛要來選高雄市長 那你有後悔你當初的機會嗎 有啊 那你現在有什麼想呼籲大家的嗎 就是 當你覺得一個人 他感覺起來 政見不太可靠的時候 不要想他 搞不好實際上有什麼作為 他不會有什麼作為 不會有什麼作為 你說你選市長投他是不是 對啊 那為什麼要投他 所以 我孩子說他比較年輕啦 犯人做做做做 那後悔他也是 要跟他爬面啊 啊 台灣才有機會 不然他都在台中的啊 好啊 謝謝 沒有 你要不要承認嗎 你有嗎 有 有 他醒了 他醒了 我醒了 為什麼要投給他 當初想說犯人 對對對 想說當初犯人做做看 對啊 對 然後 後悔了 對對對 從上任幾個月後吧 就是他開始請假落跑的時候 就開始後悔了 對對對 但是現在不只落跑這件事 然後講一些幹話 然後 然後 就是根本 沒有把高雄人放在心裡 然後一直口口聲聲說 照顧高雄啊 為高雄好什麼之類的 算了一句話 我們沒有什麼話 分好分他說的 哈哈哈哈 滾 滾 哈哈 哈哈